世界球后戴志颖一号晚间一路挺进东奥金牌站 对上中国一姐陈雨飞 尽管戴志颖背负沉重压力 先失掉首局第二局扳回一城 最后以18比21不敌对手 戴志颖还是为台湾夺下银牌 创下台湾羽球女单 奥运史上最佳成绩 早上其实戴志颖就先po出腿伤照 可以看到腿上贴满绷带 后来打完比赛后再po出照片 比赛过程中一度拼到膝盖满是伤痕 又磨到地板膝盖伤痕 感觉更多奔战到底的态度 让全台湾人感动不已 他赛后也在IG发文 对于会不会再战三年 再拼2024巴黎奥运 戴志颖表示或许我不会 再有一次机会参加奥运 但这个目标也算达成了 只是不这么完美 只想告诉自己戴志颖你很棒 也谢谢所有支持他的人 最后只想说结果总是很残酷 只能接受但我尽力了 许多网友赛后也涌入戴志颖的IG 加油打气 纷纷留言写下 台湾人心中的金牌 你最棒了 我们的骄傲 真的辛苦了 比赛结束后 总统蔡英文2号凌晨 也特别与戴志颖通话致意 提到你是最棒的 辛苦了 我们等你回来 暖心的举动 吸引破10万网友 按赞相听 我弄击 感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